宏观经济 上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测 中国今年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显示 经济按年增长4.9% 高于第二季的3.2% 与正当中国疫情高峰的第一季 6.8%经济收缩相比出现鲜明对比 中国经济反弹意在扩大 最近的数据显示 9月份工业生产按年增长6.9% 2020年第一季度疫情爆发后 工业生产带动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反弹 而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 对经济供给侧的支持力度加大 在第三季 经济的需求侧开始迎头赶上 令复苏更加持久 9月份贸易数据显示出口按年增长9.9% 其他方面当月零售额按年增长3.3% 远较三月份疫情最严重时 零售销售录得超过15%的暴跌为高 另一方面 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增长0.8% 通过查看整体数据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主要经济活动指标按年均恢复正值 结论 中国的复苏持续加强 我们上条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基于第三季的经济数据 我们现在认为2020年和2021年 中国经济将分别增长2.5%和8.1% 因此我们预计今年加上明年的中国经济增速达10%以上 相比之下 美国经济增速已落后于中国经济复苏 可能至2021年底才能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因此 中国经济在2020年和2021年的表现 有望强于其他国家 这将利好人民币 我们保持人民币对美元为6.55的长期目标